没有错,我一定要改变 我知道,只能靠自己,才可以过上我要的生活 因为我来自一个,普通的家庭 在去年年尾的时候,当时的我遇到了瓶颈 生活和工作也有很大的压力 在一个巧合下,我遇到了我的leader,Tryson 当初我只是抱着一个朋友见面的心情去见他 根本想也没有想过会要加入收闲行业 当我见了Tryson过后,他给了我很多的方向 他的格局和思维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画面 当时我就觉得,这个人很不一样 在那一天过后,我也挣扎了一个多月 才决定放弃五年的房地产行业 身边很多朋友都说我很傻,不应该那么冲动 当时我不断在回想,我到底有没有做错决定 所以我决定这次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 因为我不希望十年后再看回自己 连一点值得回忆的事情都没有 我还记得刚开始加入收闲业的第一个月 我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失眠 两天加起来我睡不到八个小时 我担心自己做不起来 我担心朋友的抗拒,又或者我找不到自己的市场 非常幸运的是,Y&G的环境让我学习得非常快 我身边的朋友和以往的顾客都非常的信任我和支持我 成就了我从一个没有接触过保险的新人 在短短的120天里就完成了百万元作MDRT 也完成了IMM国际保险大会的新浪奖和金冠奖 当然得到这些荣誉和奖项并不是为了要选要什么 而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给自己的一个肯定 因为全马收闲行业里 只有1%的保险代理员能够完成MDRT 我接下来的目标是要在每一年帮助100个人 分享我的专业 还有我想告诉大家 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念和态度 就算创业在哪里 也一定可以发狂发热 每一个行业都是公平的 其实只要你努力一点 你想要拥有的都一定可以得到 大家好 我是Manson 我来自YEG